癌症本身和癌症常会引起一些负作用,影响癌症患者的营养摄入。 最常见的有,厌食症、恶心、呕吐、口感、口腔溃疡、口味变化、吞咽困难、熟糖不耐受、体重增加等。 在癌症前、中、后,吃对食物都能帮助病人感觉更好,保持强壮。 那么,癌症患者究竟该怎么吃? 近日,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提出了相应膳食指导,汉定好医由整理如下。 1. 厌食症 以下方法可以帮助患有厌食症食欲不振的癌症患者。 使用高蛋白和高热量的食物,高蛋白食物可选择,豆类、鸡、鱼、肉、酸奶、鸡蛋。 在食物中添加额外的蛋白质和卡路里,例如使用蛋白质强化牛奶。 当你的食欲最强时,首先吃高蛋白食物,用餐吃去喝上量液体。 如果你不想吃固体食物,那就喝奶昔、冰沙、果汁或汤。 吃味道好的食物,尝试新食物和新食谱。 尝试营养丰富的混合饮料,许是先咨询医生或注册营养师。 每天吃少量的食物和健康的零食,当你感觉良好和放松的时候多吃点。 在你最饿的时候吃你最大的一餐,无论是在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制作并储存少量自己喜欢的食物。 这样当你饿的时候就可以吃了,尽可能多活动。 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好的胃口,刷牙漱口,缓解症状和口中饮味。 如果这些饮食改变对饮食症没有帮助,你可能需要管四,才能能获得了足够的营养。 另外可以咨询医生通过服用药物增加食欲。 二、恶心。 以下的方法可以帮助癌症患者控制恶心。 选择你喜欢的食物,不要强迫自己吃让你感觉不舒服的食物。 但不要吃你最喜欢的食物,以避免将它们与生病联系在一起。 吃清淡、松软、必于消化的食物,而不是大餐。 一天中吃些干的食物,比如饼干、面包棒或烤面包的。 吃一些为容易接纳的食物,比如白吐司、原味酸奶和精糖。 如果早上恶心,起床前吃些干面包或饼干。 在室温下进食和饮用液体,不要太热或太冷。 一天中慢慢的挫饮液体。 如果你的口腔有意味,可以吃硬糖、猪薄荷糖或柠檬糖。 远离有强烈气味的食物和饮料。 每天吃五或六顿小时,而不是三顿大餐。 在吃饭时,只喝少量的液体。 以避免感的保障。 机会不吃正餐和零食。 空腹可能使你的恶心感加重。 进食前后要漱口。 不要再有烹饪气味。 中火非常热的房间吃饭。 保持生活空间有舒适的温度和良好的通风。 吃完东西后,坐起来或仰头疼一个小时。 计划好你吃喝的最佳时间。 穿宽松舒适的衣服,记录下你感到恶心的时间和原因。 与你的医生讨论使用看恶心药物。 三,呕吐。 下列方法可帮助癌症病人控制呕吐。 在呕吐停止之前不要吃或喝任何东西。 在呕吐停止后喝少量清淡液体。 待你们喝清淡液体而不呕吐之后, 可以喝一些滤过的糖或者奶昔等。 这些味比较容易接受。 每天吃5或6顿小时, 而不是三顿大餐。 呕吐后,坐直,身体前倾。 让你的医生给你开一些要来预防或控制的呕吐。 四,口干。 以下的方法可以帮助口腔干燥癌症患者, 致容易吞咽的食物。 用酱汁、肉汁或沙拉酱调味, 吃一些微肠甜或酸的食物和饮料, 比如柠檬水, 以帮助产生更多的唾液。 小口香糖或吸硬糖, 冰棒或冰渣, 全天都需要喝水戳饮。 不要喝任何类型的酒, 啤酒或葡萄酒, 不要吃会伤害口腔的食物, 如其辣、酸、甜、硬或脆的食物。 用唇膏保持嘴唇湿润, 每一到两小时漱口一次。 不要使用含酒精的漱口水, 不要使用烟草制品, 避免二手烟。 询问你的医生或牙医, 关于使用人工唾液或类似产品来覆盖, 保护和润湿你的口腔和喉咙。 五、口腔溃疡。 以下方法可帮助口腔溃疡患者, 吃一些容易咀嚼的软食物, 比如奶昔, 炒鸡蛋和大奶冻, 将食物阻止软嫩, 把食物切成小块, 用搅拌器或食物加工, 基础里使食物顺滑, 吸冰渣来麻木口腔, 舒缓症状, 吃冷的或常温的食物, 这样的食物会伤害你的口腔。 用西瓜喝东西, 避免液体触及你口腔疼痛的部位, 用小勺子帮助你小口吃东西, 这样更容易取权。 远离这些东西, 柑橘论食物, 如橙子,柠檬和酸橙, 鲜辣食物, 番茄和番茄酱, 咸的食物, 生的蔬菜, 又鲜又脆的食物, 含酒精的饮料。 不要使用烟草产品, 在开始对头部和颈部进行免疫疗法, 化疗或放疗前, 至少提前两周看牙医, 每天检查口腔是否有罪痒, 白白或红肿, 每天漱口三到四次, 用四分之一茶吃小苏打, 八分之一茶匙盐和一杯温水配置漱口水, 不要使用含酒精的漱口水, 不要使用牙签或其他尖锐物品。 六,口味变化, 以下的方法可以帮助有味觉改变的癌症患者。 使用架芹, 鱼, 酸和奶酪, 而不是红肉, 在食物中加入香味和调味料, 腌制食品, 吃的甜味的肉, 如万月梅酱, 果冻或苹果酱, 尝试方位食物和饮料, 如果嘴里有金属味或苦味, 可以使用无糖的柠檬糖, 口香糖或不合糖, 使用塑料餐具, 如果食物有金属味, 不要直接从金属容器中摄取。 如果你不恶心, 试着吃你最喜欢的食物, 在感觉最好的时候尝试新的食物, 在素食食谱或中国烹饪素中找到费肉类, 高大白配方。 如果食物尝起来无味, 但不至于令人不坏, 那么咀嚼的时间要尝一些, 以便与味蕾有更多的接触。 保持食物和饮料的密封性, 用吸管和液体, 做饭时打开厨房的电风扇, 或者在闻到意味时在户外做饭, 刷牙, 注意口腔健康, 去看牙医做检查。 七,喉咙痛, 吞咽困难, 以下的方法可以帮助那些喉咙痛或吞咽困难的癌症患者, 吃一些容易咀嚼和吞咽的软食物, 如奶昔, 炒鸡蛋, 燕麦片, 或其他煮熟的穀物, 食用高蛋白和高热量的食物和饮料, 用肉汁, 酱汁, 肉汤或酸奶自热食物, 远离以下食物和饮料, 它们可能会灼伤或划伤你的喉咙, 欧热的食物和饮料, 欧希腊食物, 欧高酸性的食物和果汁, 欧尖锐或脆脆的食物, 欧含酒精的饮料, 将食物组织软嫩, 把食物切成小块, 用搅拌器或食物加工, 机处理使食物炫滑, 用吸管喝水, 每天吃5或6顿小时, 而不是三顿大餐, 坐直, 定食或喝水时头稍微前轻, 进食后保持直立至少30分钟, 不要使用烟草, 如果你不能吃到足够的食物来保持强壮, 和你的医生盘盘管子喂养, 8.乳糖不耐瘦, 项链方法可帮助有乳糖不耐症的病人, 使用无乳糖或低乳糖乳制品, 大多数食品店都有标明不含乳糖或低乳糖的食品, 如牛奶和冰淇淋, 选择乳糖含量低的奶制品, 比如硬奶酪, 比如结巴干酪和酸奶, 尝试用大豆或大米制成的产品如大豆, 蜜浆和冷冻甜点, 这些产品不含乳糖, 避免只吃那些会给你带来问题的乳制品, 如果可以的话, 吃少量薯制品, 比如牛奶, 酸奶或者奶酪, 尝试添加该制的非薯制品, 饮料和食品, 吃富含盖的蔬菜, 熟悉兰花和绿叶蔬菜, 食用或饮用乳制品时服用乳糖梅片, 乳糖梅可以分解薯糖, 所以更容易消化, 准备自己的低薯糖或乳乳糖食物, 九, 体重增加, 通常接受激素的患者可能需要改变也是以防止体重增加, 以下的方法可以帮助癌症患者预防体重增加, 多吃水果和蔬菜, 食用高新温的食物, 如全麦面包, 骨类食品和面食, 选择瘦肉, 如瘦肉牛肉, 脂脂的猪肉, 以及无皮夹禽, 熟鸡肉或火鸡, 选择低脂牛奶产品, 少吃脂肪使吃少量黄油, 蛋黄酱, 甜点和油炸食品, 用低脂肪的方法烹饪, 如烤, 蒸, 烤或烘, 少吃盐, 吃你喜欢的食物, 这样你就会感到满意, 只在饿的时候吃, 如果你因为压力, 恐惧或抑郁而吃东西, 可以考虑咨询医生或服药, 如果你因为无聊而吃东西, 那就找一些你喜欢的活动, 每餐吃少量的食物, 每天锻炼, 节食点赔之前请咨询医生, 文章内容有好医疗编译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